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宇良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小跌12点来开出 那么最低点就出现在 现货一开盘的9点钟 来到10935 那么随后就是一路震荡走高 其实也没有多高 今天最高点出现在上午11点钟 来到10996 因为今天整个震荡区间 仅仅只有61点 那么现货的成交量 萎缩到1137亿 所以老师下的标叫做 利空过后 为什么老师要下这个标呢 各位都知道 这两天啊 其实整个市场上 最大的利空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大陆说 我不跟你玩了 我要退出所有的贸易谈判 跟美国这样子讲 所以呢 可以发现到这两天啊 虽然台北股市没有开盘 那么昨天美国股市下跌 那么今天早上 中国股市跟台北股市 都是开低的 那么究竟这个利空之后 到底这个盘要往哪一边走 待会老师会来告诉大家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今天的高低区间只有61点 只有61点 就是一个霞幅震荡的行情 在这种行情里面 你要当赢家 只有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要找到最漂亮的转折点 对不对 如果今天早上 如果今天早上 在开盘前就有人告诉你 今天最有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 而你在那个地方 真的也挂单成交了 我相信你会买在 最漂亮的甜蜜点 那么究竟今天我们买的点位 到底在哪里 待会老师会来告诉大家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牛熊最前线 我们看到第一个 外资现货买超期货选择权 偏多调节持续看多 第二个 台子的月线转折向上 压力转成支撑 下档空间有限 第三个 油价喷出创近期新高 通货膨胀的压力笼罩 升息脚步近 第四个 大盘预估量及台子的未平仓量偏低 强攻难度高 我们看电灯泡 贸易战利空台子早盘开低震荡 但是呢 再度用量缩稳盘的方式 加上月线上扬 技术面积筹码还是有利多方 但是入股疲软连两天拉回 对台子造成压力 今天的震荡空间有限 当冲一缩短区间因应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的牛熊最前线 在现货一开盘 9点10几分的时候 老师就公布了今天的多空关键点 如果今天早上你可以花一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你可以把整个盘式的架构都撩如指掌 是不是你就可以比别人还要更快 能够看到今天到底的多空关键点在哪里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你手上有多单的时候 你看多你就拼命去找利多来看 你手上有空单或是你看空 就拼命去找一些利空消息来看 如果你一直用这种方式 我相信就算让你操作再多年 你的技巧或是你的功力也不会增加 真正厉害的操盘手一定要每天早上 都要把多空的关键点都好好的给他看一遍 你才不会见数不见零 那么怎么样得到这个牛熊最前线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早上现货一开盘 就会提供你独家的牛熊关盘重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牛杯杯带我们来看到 北京拒绝在威胁下谈判 纳瓦洛说美中南达协议原因在中国 各位投资朋友 这就是这两天啊整个市场最大的利空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都把责任往外面推 中国说美国没有诚意 还没有开始谈判 就把刀子架在脖子上 请问怎么谈下去 那么美国啊 这个时候又把责任也往中国推 说中国啊真的是太差劲了 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呢 都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两边的协议 因为啊他们窃据了太多的自卫财产权 又不够开放市场 反正啊只要没有谈成功 大家都有话要说 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来检视一下 究竟这样的利空消息 对整个股市到底反应的程度是什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国道琼指数 最近90天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啊出现了贸易战的利空 大家说我不讲了我不谈了 大家等11月以后再来谈 可是呢整个道琼也是小跌而已哦 那么小跌的状况其实啊 在这个前两天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个地方是上个礼拜老师画的线 画的线在这里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来看 这一个低点到高点的长度 其实呢也就是这个低点到高点的长度 上个礼拜老师画出来就告诉大家 道琼在这个地方已经达到了形态的满足点 其实不用贸易战 它也有可能出现拉回的走势 可是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属于一个震荡向上盘间的格局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一个是纳斯达克指数 最近90天的日线图 也是一样 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啊 导播请拉近 利空 贸易战的利空 纳斯达克不仅仅没有跌 还收了一根红棒 因为它还是维持在一个 震荡向上的格局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商品啊 重要的指数 美国的道琼跟纳斯达克看起来 美股并没有真正大幅度 因为贸易战利空 而出现大幅度的回挡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去拆美股的头部 看得出来 现在整个美国股市 还是多头在控盘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重要的商品 叫做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导播请拉近 美元指数的黄色的这一条均线 叫做月线 紫色的这条均线叫做季线 这个月线已经向下穿越季线 出现了死亡交叉 那么美元指数啊 出现了死亡交叉 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接下来美元指数会很容易出现 波段的下跌的走势 那么美元指数 究竟对股市有什么重要 各位要知道 在前面啊 这一波美元指数上涨的过程里面 外资不断的卖超台股 那么这一波开始震荡下跌的走势里面 外资不断的买回来台股 而且手笔是越来越大 所以啊 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到 美元指数的涨跌 跟外资的买超卖超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既然美元指数 出现了转弱的迹象 那么代表接下来 外资很容易 而且呢 大幅度的买超台股 这个台股最大的阻力 如果回到市场上来 当然对多头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10月份台指的日线图 上一次老师有画出来给大家看 依照镜像理论啊 这两条啊 接下来应该是会一样 拿两条 就是这一条 所以呢 从台指的技术面上来看 还是具有高点可以期待 就是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再创高 所以呢 从美股啊 美股的现行 从台指本身的现行 都是偏向于震荡偏多的走势 那我们再看到熊妈妈 但我们来看到这个新闻 小摩说 美国制裁伊朗的影响大 布兰特油价恐冲上 每桶90美元 各位要知道啊 上个礼拜记不记得 川普忽然说一句话 说啊 我不希望看到油价上涨 大家赶快增产 可是呢 我们来看 市场也真的是给川普 一个很大的面子 上个礼拜他讲了之后 真的收了一根黑棒 可是呢我们要知道 上次创高之后 川普恐吓市场 结果油价出现下跌 但是接下来两天又往上做喷出 这个对整个市场啊 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意义在哪里 各位要晓得 清原油油价代表的 不仅仅是油价 它另外一个叫做通货膨胀 因为我们晓得 很多东西的原料 都是从油开始提炼出来的 如果油价上涨很容易带动原物料的价格上涨 原物料的价格上涨 就会带动售价的上涨 这个时候通货膨胀 很快就会来了 那么油价如果出现失控的时候 接下来FED的升息 跟全球的各国的央行 也很快把升息的步调 会很快的做调整 因为我们来看 这个清原油啊 已经突破了前波的高点哦 这从技术面上来看 这个叫什么 一根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在这个地方油价 现在看起来技术面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老师可以在那边跟大家预告 接下来市场上很多的焦点啊 会慢慢的回到油价上面来 那么既然油价如果失控的话 接下来跟着全球的股市啊 要继续往上涨 其实压力就会非常的大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A50期货的日线股 但台子的日线图最近60天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啊 A50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头肩顶形态之后 在这个地方达到了形态的满足点 然后呢就出现一波的反弹 那么过两天之后 台子也达到了什么 当波段的低点 也开始出现一波的反弹 那么反弹到这个地方 他遇到了什么 A50遇到左肩跟右肩所连过来的这个压力线 加上季线往下 在这个地方 他顶不住压力 出现了波段的回挡 那么过两天你会发现 台子也建高点出现波段的回挡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你很清楚的能够知道说 A50跟台子啊 基本上走势是息息相关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先知道 A50接下来的多空走势 你更能够抓住 台子接下来的多空走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A50期货的日线图 这个大张的看比较清楚 这一个啊 从上面所延伸过来的这个什么 下降压力线 那么下面他也有一个支撑线 两个低点三个低点 两个低点三个低点 所延伸过来这个支撑线 所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 三角收敛形态 那么上个礼拜啊 A50向上出现了一个 大幅度上涨的一个走势 但是呢这两天又出现了回挡 感觉上没有办法 延续这个多头的气势 但是我们要知道 记不记得老师跟大家讲 一根K棒长红长黑 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具意义 很简单不要急 给他什么 给他三天的时间 如果这三天的时间啊 他能够守住 接下来还是有机会震荡往上走 但是目前看起来 A50这两天出现了震荡拉回 本身也带动了台子啊 早上跟整个收盘的时候啊 看起来是稍为疲软 那我们再看到 熊说熊有理 牛说牛里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台子盘中啊 是一个霞幅震荡的走势 霞幅震荡的走势 我说过在这种震荡盘啊 你只要能够抓到 甜蜜的转折点 关键的转折点 今天你就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今天我们盘前帮大家 抓出来这个点位啊 这个转折点叫做10942 你如果预挂多单 你会成交在早上的8点49分 那么成交之后 没有打到停损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爆到收盘的时候出场 收盘的时候价格来到哪里 价格来到10987 一点钟平仓在10987 今天两口台子啊 你就有机会得到90点的价差 相当于新台币多少 相当于新台币18000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讯息 早上8点41分 有没有注意到 期货45分开盘前 会员收讯后预挂11018 正负1点做空 没有来不用管他 10942正负1点做多 是不是就是今天早上 在开盘前 老师已经预告 今天最有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甜蜜点 你会说老师啊 那我如果今天啊 我今天空在这个地方 也是甜蜜点啊 对不对 问题是你算一下 你空在这个地方 往下绝对没有30点 你摆到收盘也才多少不到10点哦 各位你只有买在这个地方 你才有30点以上的空间 所以这个才叫真正的甜蜜点 那你会说 老师你是不是运气好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前两天 上个礼拜五9点21分 我们抓的点位在哪里 我们开盘前抓的点位 第一点叫做10864 是不是很漂亮的转折 高点叫做什么 10938 如果当天有人告诉你 今天的高低点 而且全部都把它包含在里面的话 你今天一定是大赢家 我们看一下当天的讯息 今天老师没有放讯息上来 没关系 我说过 老师啊每一则讯息 每天的讯息 都会公布在我的粉丝专页 跟我LINE8的主页里面 所以你想看到当天的讯息 在上面一定都找得到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老师直接看图形 来我们来看 那么礼拜四啊 9月20号 我们抓到了点位什么 抓到了低点叫10831 10831 在这个地方 往上是不是也有30点的空间 那么如果啊 礼拜四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放空 你是不是会补在这个地方 或补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如果你可以补在 这个漂亮的点位 当天你的收获 绝对比你自己做单 还要来的大很多 因为你常常都补得太早 或是补得太晚 可是呢 如果有人告诉你 当天最漂亮的转折点 是不是你可以补在 最甜蜜的点位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9月18号 9月18号怎么抓 9月18号我们抓的转折 叫10803 当天的区间很小 但是一样 抓到了30点 10773 那我们再来看 因为资料太多 老师直接用图表给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从9月份 9月3号 到今天9月25号为止 只有9月3号 跟9月11号 这两天 没有抓到30点以上的转折 其他每一个圣 代表的都是什么 都是当天我们抓到的转折点 都有30点以上的空间 对不对 那这个位啊 9月19号跟9月17号 这两天区间太小 没有碰到我们预估的转折点 那么9月24号就昨天 中秋节休息 所以总共16站14胜 各位投资朋友 我知道很多人一直都在用什么 软体在抓转折 你想想看 你的软体打开来 有几个转折点 哪一个软体可以 哪一个老师或哪一个软体 敢把这张表秀出来 各位投资朋友 一样花一样的什么费用 为什么你不找一个 这个专业的期货老师 来帮你这个忙 你想想看 接下来 接下来这整个9月份啊 你看看我们总共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4天都成功的抓到转折点 这14天里面 如果有你的参与 你想想看 你的操作是不是会 更加的与众不同 所以想要得到这么漂亮的工具啊 这么好用的工具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另外老师要跟大家讲 老师现在成立了冲刺班 一次六口效果显著 定价操作 避免滑价 赢家心法 稳健可靠 关键点在 加倍奉还 所以啊 如果你是有大部位 大资金在操作的人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冲刺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询问 为什么 你看一下 老师喜欢用图表就是这样 大家一目了然 到9月份到今天为止 总共958点的价差 958点你想想看 你这个礼拜这个月啊 如果你不小心是亏损的 但是你如果跟着我做增加了18万 来来回回 你的资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想要当赢家 你真的要找专家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玩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 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 精准分析 洞心路股 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 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雅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玩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 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 精准分析 洞心路股 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 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A50指数 天天A50点 各位投资朋友 从老师开始在电视上 跟大家介绍 A50指数 越来越多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也有很多朋友 非常关注整个中国股市 跟A50的走势 因为呢 它的波动 真的非常的剧烈 我相信啊 还是有一些人 还不是很了解 到底A50是什么 到底A50要怎么操作 老师在这边 跟大家做几个提示 第一个 你不需要再另外开户 只要用你现在交易 台子期这个账户 马上立刻 就可以跟着我们 进场操作A50 因为呢当初你在开户的时候 其实国内外的期账户 都是同时开好 只是没有人告诉你而已 那么第二个 你需不需要换外币 其实都不用 你只要用你手上的新台币 马上就可以进场交易 那么第三个 它的交易时间啊 到底是长还是短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记得 它的交易时间跟台子啊 非常非常的类似 几乎90%的重叠 所以不会用到你其他多余的时间 如果你台子期啊 有时候没有行情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多多 关注一下A50的走势 那么老师为了服务 广大的投资朋友 特别成立了A50特战队 我们的A50特战队 条件成立 马上出手 当日冲销 速战速决 千锤百炼 战力十足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A50的走势 今天A50啊 开低啊 因为利空的关系 开低之后 震荡整理的格局 今天整个行情啊 在11点钟以前啊 不到100点 所以今天行情非常的小 我讲过 邱老师啊 绝对是把会员的权益 摆在第一位 因为今天看起来 早上就是没有行情 所以老师通知我们的试驾单 今天不进场 绝对不会为了表演啊 硬着头皮叫会员进去硬干 我知道很多的分析师啊 都怕当天没有节目 没有东西可以讲 所以不管行情怎么烂 行情怎么小 就是叫会员冲 那冲不够还叫你加码加码 来回扒来扒去 各位 如果你跟到的是这种老师 你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到底他是不是你心中 最棒的分析师 真正好的分析师 绝对是把会员的权益 摆在第一位 那么今天我们没有进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A50啊高低区间 总共是122点 算是相当小的行情 那么台子期今天更小 总共只有61点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A50基本上 他的震荡幅度 都远远大过于台子期 甚至是两倍以上 所以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A50啊 现在这样子的行情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走 你看他像什么 头肩顶 对不对 那这样子看 又像什么头肩底 所以呢 大家横看成岭 撤成风啊 远近高低 各不同 在这种行情 接下来该怎么走 如果你自己做单的人啊 我相信你现在心里 一定是有100种可能 你会猜 他往上因为什么关系 他也可能往下 又因为什么关系 你每天都在猜来猜去 就算给你猜对的方向 你不见得敢进场做 对不对 就算你进场做的时候 你不见得抱得住 对不对 所以散户朋友 常常这个时候 会输给专业的投资人 就是因为 你没有信心 或是你没有好的工具 所以要告诉大家 A50的波动非常剧烈 所以呢 你如果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你就可以在上面 乘风破浪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 你进去只是当炮灰而已 所以各位 一定要好好找一个工具 来帮助你 我们的当冲天堂A50 一次六口 效果显著 一天一趟 控制风险 跟着邱老师做 我们一次进场六口单 只要保证金16万 尤其我知道 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 股票在套牢 这个时候 你光是在旁边观望 是改变不了什么 你只是在被动的等待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真的想要 把行情变钞票 就要跟着我们做期货当冲 为什么 因为你做期货当冲 你每天都有进场的机会 每天进场你才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而且呢 我们一天一趟控制风险 就像我们讲过 老师不流仓 不凹单 真正的期货当冲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我们再看到 老师是期货专卖店 绝对不是一般的杂货店 什么叫杂货店 股票也讲 期货也讲 选择权也讲 什么都讲 什么都不奇怪 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 股票好的时候讲股票 股票不好讲期货 或讲选择权 股票好了又回去讲股票 把期货当小三 这样子他怎么有办法 把你的期货单带得好 所以你想要当赢家 一定要找专家 要找我们期货专卖店 那么最需要当冲的两种人 哪两种 买了一两只股票 每天等解套 老师刚刚讲过 另外一种 小赚大赔没几率 保证金越来越少 如果你自己做单 老师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 这个时候赶快打电话进来 让真正专业的期货老师 来带领你 所以各位老师在提醒大家 我们冲刺班 一次六口 效果显著 定价操作 避免滑价 赢家心法 稳健可靠 我们加倍奉还 有兴趣的朋友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行情交给老师 将生活留给自己 我们明天再会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创 蘚 지出优优 伤判 利益关系 anner 聡计划 利益关系 因目前 有什么